第三跑道還正在環評 那現在蛋白區就要先啟動所謂的審議 跟多次計畫的脫鉤 如果你說蛋白區要單獨來送件 單獨來開罰徵收 這個完全是說不過去的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市長還有所有的桃園市的立委 再來就是這邊的議員 還有所有的官員 請問一下你們敢切解 有承諾說你們完全沒有在韓國城 吵任何一塊地體嗎 這是我們居民的悲哀 檢討修正計畫 檢討修正計畫 縮小跟宋二維 縮小跟宋二維 檢討修正計畫 檢討修正計畫 綠色這塊就是所謂的蛋黃區 黃色這塊就是蛋白區的第一期 蛋白區第一期 我們剛才張雅惠小姐 她就在位於這個蛋白區的第一期 第三塊錯這邊 都發局的一句話 蛋黃跟蛋白脫鉤 請問你一下 這整個桃園市政府 鄭文燦市長 在選前所進選的承諾 根本完全都是騙笑 請問一下全區聽證 真的叫全區嗎 連第一期的相關有關的利害關係人 防務所有全人 通通都沒有機會參加 第二期的更不用講 這個叫全區聽證嗎 所有的公開透明 請問你一下 所有所有去參加的 這個聽證 根本都是加強版的說明會而已 完全都是仲介 還會有誰 這是仲介 那在地居民的聲音呢 完全沒有被聽見 做出來的結論 聽證的結論 完全都是支持這個計畫 完全是合理的 請問一下 這個聽證是真的假的 根本是騙人的 讓我們居民更為 更為唾棄的是什麼 請問一下 這次不是國家政道建設嗎 那國家政道建設的第三跑道在哪裡 第三跑道都沒有的話 更何況我們的蛋白區呢 根本完全不需要 可是卻因為 航空城這任計畫 讓我們目前到現在 從民國九十九年到現在 完全沒有辦法好好的過這個生活 居民徵收最後獲利的是誰 還是這些政客 草地蹄人呢 我們這些居民呢 為什麼要搬走 我們做得好好的 我們為什麼要搬走 大家可以我再跟大家回顧一下 本來航空城 在2009年的時候 只有這些橘色的土地 要徵收 橘色土地要徵收 到2013年的時候 是連我們這些藍色的地方 黃色的地方都要徵收 這樣的一個有什麼影響呢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我們三塊錯的 張小姐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國一甲的 國一甲的朋友 國一甲他們的地在哪裡呢 國一甲的朋友就是 在這個地方 一直往這個坑口這邊 這個坑口 那很多人在住在區外 可是這邊如果蛋白區要先要徵收的話 那 是不是代表等於是他們就 等於是 他們在航空城的部分 已經確定要開闢了 後面也不用省了啦 後面就一定要徵收 那我們也聽聽看他的先生 交給陳志明代表 謝謝 各位民進大家好 我們是國一甲的居民 所以國一甲的計畫就是因應 所謂桃園航空城的 連外快速公路的計畫 那他影響的範圍 以航空城來講的話 他破千兩萬多的居民 那現在國一甲的計畫 就是所謂的航空城北側連外公路 北側連外公路 那這個計畫 相對影響的有26個鄉里 總共總數約3萬人 那為了一個未定案的 航空城的計畫 為了他主計畫 第三跑道 連環坪都還沒有開始 那你現在蛋白區的脫鉤 那相對的我們國一甲 這個航空城的下位計畫 坑口村的居民 本身也被徵收到了 他劃定在航空城的蛋白區域範圍 那如果政府所有的作業計畫 是這麼黑箱這麼不透明 所有程序這樣 接二連風的一直的走 一直的行走 那就相對的 影響的居民就會更多了 我想大家也都記得 選舉前呢 我們鄭市長是候選人的時候 他就說 航空城計畫是個炒地皮計畫 這個炒地皮計畫呢 在他上任了之後呢 我們也看到他釋出了誠意 他願意做全區聽證 可是最後我們發現到呢 全區聽證的結果 並不是送到內政部去 而是用原案送到內政部去 那你的全區聽證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也當然還在期待 因為到底 我們鄭市長就是個有權利的人 有權利的人可以決定很多的事情 我們也期待你的權利不是在建築在 只是為了選票的考量上 因為很多的選票 其實是一個墮落的象徵 民主社會不只是多數決 民主社會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數 因為那些少數 就是所謂的基本人權的少數 這個東西就是核心價值 我們千萬的期待 盼望鄭市長 找回你的核心價值 我們在航空城的這個開發計畫上面 我們也不期待 沒有蛋黃的狀況之下呢 就一定要把這個蛋推出來讓大家吃 來我們再請我們航空城的 居民水圍地區的這個這個 這個 嘿 嘿 來 你看喔 我們還印有這個都發局的製作的標誌 來 來 我們來 來敲敲看 有沒有蛋黃在裡面呢 沒有啦 哇 蛋 完全沒有蛋黃 完全有蛋黃 你們有看過這種雞蛋嗎 變種雞蛋 收回不當言論 收回不當言論 檢討都市計畫 檢討都市計畫 縮小徵收範圍 縮小徵收範圍 檢討都市計畫 檢討都市計畫 收回不當言論 收回不當言論 檢討都市計畫 檢討都市計畫 我請各位媒體也注意到 去看看 um 中立